今天的影片會為大家介紹五成線 以及國標會使用到的相關方向 那麼跳舞會迷路的同學 別忘了一定要觀賞喔 各位Dancepatient 舞動魂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Selena老師 歡迎來到國標小學堂的技術篇 今天為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有國標5 GPS系統之聲的五成線 以及相關方向的解說 因為有很多同學在下方的留言板都提到 老師什麼是LOD啊 LOD就是Line of Dance 也就是我們中文裡面的五成線 那麼我們等一下會用圖 來為大家細細的解說這些方向的相關位置喔 請讓我們看下去吧 好的 那現在大家會看到我們這個圖片上 方方框的這個地方 我們就想像它是一個我們正在跳舞的舞池 那麼舞池通常都是長方形的 那各位同學會看到我們有紅色的部分 這裡就是我們行徑的方向 在國標舞裡面啊 摩登舞它是一定有固定的方向線 那麼在拉丁舞裡面 倫巴恰恰跟捷舞它是沒有所謂的方向線 但是森巴舞跟鬥牛舞也是有的 所以方向線這個東西啊在摩登舞相對重要 因為它每一個舞科都有 而且因為摩登舞的方向它是比較固定的 因為拉丁通常轉度變化會比較大 所以方向線對拉丁而言也是很重要 但是相對沒有摩登重要 所以要跳好摩登舞的同學一定要認識 今天要講的這個五成線的位置 那同學你會看到我們在紅色的地方呢 我們有畫上一個箭頭的方向 你會發現它是繞著舞池逆時鐘的方向去行進 所以當我們在跳摩登舞還有鬥牛舞跟森巴舞的時候呢 我們一定要往左轉的這個方向去跑 如果你反過來走 你就會跟迎面而來的選手們或者是其他舞者撞在一起 就是所謂你逆向了 所以要記得我們這個向左邊旋轉 逆時針方向的這一條線 我們就稱它叫做五成線 那不會英文的同學也不要在意 因為我們其實都會先說一次中文 再講一次英文 所以英文其實就是翻譯前面的中文 那為什麼還是要講一下英文 因為大家都知道國標舞其實是從國外把它系統化的 所以有很多詞彙他們會用他們原本的語言去說明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稍微知道一下英文怎麼說 其實也會更加的了解 那麼我們這個行進的方向呢 我們就稱它叫做五成線 那它的英文叫做Light of Dance 那英文就是LOD 所以LOD指的就是我們在舞蹈裡面行進的方向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長邊它就是這樣子走 就紅色的部分 往下 往旁 然後再往上這樣繞一個圈圈 所以這一條線呢 我們就稱它叫做LOD五成線 那大家會看到我在框框的地方呢 寫了一個W W指的就是牆壁的意思 當我們面對這個牆壁的方向 我們就會指向牆壁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我們是Facing War 就是面對牆壁 所以在這個位置 往這個方向就是面對牆壁 在這一邊短邊的時候呢 往這個方向就是面對牆壁 給大家一個箭頭 所以往這個方向就是面對牆壁 當你來到短邊的時候 往這個方向就是面對牆壁 那這邊就是這樣子 另外一邊就是向右 所以當我們要跳的時候呢 如果我跟你說 同學我們這個舞步呢 我們要面對牆壁跳 請你就是往右的牆壁的這個方向走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在中間我們有畫虛線的 藍色的這個地方 我們叫它叫做中心線 那英文就叫做Center 那相對的就是 如果我指向中心線這邊 就是要你面對裡面跳 那因為我們跳會轉彎嘛 所以當你轉過來 LOD往下的這個方向的時候 你的中心線就變成是在這一個方向 所以我們的中心線 它是會因為你走到長邊短邊而改變的 那我們轉過來之後呢 一樣虛線的這個地方 就是你的中心線 那你在繞過來短邊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是你的中心線 所以當你在跳的時候 定位就非常重要了 你要先搞清楚 你現在是在哪一個方向線 就是你的LOD在哪裡 是這個長邊 還是這個短邊 還是這個長邊 還是這個短邊 那當你固定好之後 那當你固定好之後 比方說我們現在選擇的是 下面的這個方向線 就是下面的這個LOD 那麼靠近外面的牆壁這邊 你指向那邊就是面對牆壁 那麼如果你往裡面 那就是面對Center 所以一開始你一定要先認清 這三個方向 這三個方向就是LOD在哪裡 那LOD牆壁的那一邊 那就是觀眾的那一邊 就是你指向握的 就是指向牆壁 那麼裡面那個叫做Center 所以當你轉過來的時候 在短邊Center等於就是這一邊 所以你面對這邊就是面對Center 好一開始的時候 你要先認清楚這三個方向 那麼待會我會再畫上斜的 就是我們的斜牆壁或斜中央 這樣子你會知道更多的方向之後 當你在進行五步的時候 你會更加清楚 你要往哪一個方向去行進 好的那現在同學會發現 我現在在圖上加上斜對角的方向 還有往後面的這個指向的方向 那我現在先來介紹這幾個方向的存在 那剛開始聽不懂的同學別在意 就是你們可以多放幾次我們的影片 再多看幾次 或者是細細的去看這張圖 那麼我等一下會告訴你它的運用 你就會更加的清楚 那我們首先先介紹 剛剛有說你如果往這個方向跳的話 叫做五層線對不對 可是我們跳舞不見得一定是順著五層線走 偶爾會有幾步偶爾而已啦 就是我們的整體方向是這樣繞 但是你總是偶爾會有幾個五步 是往反方向的方向去踏之後 然後再轉向我們正常的行進方向 所以這一邊就是往反方向指的 就等於是逆向的那個狀態的時候 我們叫做逆五層線 那麼英文叫做against LOD 就是相反方向的LOD的指向 等於就是逆向的意思 它就是逆五層線 所以大家先了解這個逆的意思 就against的意思 好 那剛剛我們有說要認清楚 牆壁中心跟LOD這三條線 可是你會發現這三條線它都是水平的 那我們跳一定會有斜斜的位置 所以現在要為大家介紹斜角方向的位置 那麼首先呢我們先介紹這一條 你會發現它是順著行進方向走 但是它是往斜斜的牆壁的這個位置走 所以呢這一條線我們稱它叫做斜牆壁 那英文叫做diagonal wall 所以diagonal就是簡寫成DW 這就是斜牆壁的意思 然後就往這個方向走有個箭頭的位置 好那往中間的這個斜度的這個位置呢 我們叫做斜中央 就diagonal center 就是往這個有順向喔 但是是往中心線的這個斜角 所以這個是45度的斜牆壁 45度的斜中央 那麼我們一定偶爾也會往逆向的方向走 那如果我們是往另外一個牆壁的斜的 但是是逆向的方向走 我們就叫做斜牆壁但是是逆五層線 所以它的英文叫做diagonal wall against LOD 就有點饒舌啦 所以同學一定要再多看幾次影片 跟看這個畫面 所以因為我們現在一樣是斜牆壁 可是這個跟這個的差別是 這邊是順向的 所以只要叫做斜牆壁 這一邊是逆向 所以要加一個逆LOD 逆五層線 所以它的全名就是斜的牆壁位置 但是是逆的五層線位置 好那下面這邊也是一樣相反的 我們這邊其實也是往中心線靠近 斜斜45度往中心線靠近 所以它一定是斜中央 也就是DC 可是你會發現它是往回走 逆向它逆向 所以要加上一個against LOD 就是逆五層線 所以它的全名就叫做斜中心逆五層線 diagonal center against LOD 所以你就會發現我們現在有幾個方向 我們有順向的LOD 這是一個方向 然後逆向的LOD 反向的 然後我們可以朝牆壁 然後可以朝中心 所以就是一個十字架 十字架 那我們現在要把它加上個米字形 就是45度 我們有斜牆壁 斜中心 然後斜牆壁逆向的LOD 斜中心逆向的LOD 你就會發現我們舞蹈不外乎就是這八個方向去走 等一下我要告訴你們實際上運用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重點 首先我們要知道的是我們要 因為我們行進一定有前進跟後退 所以我們現在到底是指向哪個方向走 要以你準備要前進還是準備要後退為主 比方說我們等一下會跳一個Nature Turn 以男生而言他就是要往DW這個方向走 所以我會說我面向斜牆壁要準備去跳我的右轉步的位置 可是女生呢 因為他是要後退對不對 我們跳Nature Turn的時候是後退 所以等一下我們後退 女生就會以後退的角度去講 我們就會說女生是背向斜牆壁開始跳 所以你要以你現在是準備往前走還是準備往後走 去講你現在要行進的方向 那麼相反的如果我們今天要跳左轉步系列的時候呢 男生是會面對斜中心去跳 所以男生的一開始的方向就是我們請男士舞者 面對斜中心準備跳左轉步 那麼相對的女生是後退囉 所以我們女生就是要背對斜中心去跳左轉步 那直上彈兵不足我們等一下會到舞池裡面示範給同學知道 這樣子你就會對我們這些解說更加的清楚 現在我們實際上來到舞池操作一下方向線 我們請Rex老師為我們示範 他現在面對就是我們LOD的方向 那首先要為大家執行的第一個示範動作是Nature Turn 那大家要記得當我們在執行Nature Turn的時候 男舞者大部分都是會從面對斜牆壁開始執行 所以我們請Rex老師轉向斜牆壁 為什麼呢?因為當你從斜牆壁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男舞者是比較好穿越過對方去執行下一個右轉步的系列 如果你加上我們等一下左轉步的系列去搭配的話 你就會發現當你一開始的方向是錯誤的時候 第一你的舞伴會釐清不了你到底要轉哪個方向 再來就是你要穿越舞者穿越你的舞伴的時候是有困難度的 那麼當我們現在在執行右轉步系列的時候 男舞者一定要先面向斜牆壁 那我們請Rex老師為我們示範 Nature Turn 4 5 6 1 2 3 那大家會發現Rex老師跳完第一個部分之後呢 他會背向LOD 那為什麼講背向呢?因為等一下Rex老師他是會後退的 所以當我們男舞者在執行後退的右轉步的時候 他就是會背向LOD 走 4 5 6 結束 這就是男舞者的右轉部分的示範 那麼我們現在來執行女舞者的右轉部分示範 所以你會發現當男舞者是面對斜牆壁開始 相對的女舞者就是要背向斜牆壁 那為什麼要講背向斜牆壁呢? 因為女舞者是往後退開始起步 所以女舞者在跳右轉步系列動作的時候 一定要從背對斜牆壁開始執行 4 5 6 1 2 3 那麼要跳下一個舞姿的時候呢 女舞者是面對LOD的方向去執行下一個 走 4 5 6 那如果大家可以根據這些方向圈去跳的時候 相對的要形成你的舞步是比較簡單的 這是右轉系列的示範 接下來為大家示範左轉系列的步子 那麼尤其是男舞者一定要記得 當我們要離頂女生去引導女生做左轉系列的步子的時候呢 你一定要從面對斜中央開始起跳 那除了是一個有效的告知對方你要左轉系列之外 其實他站在這個方向開始 你才會很心意的穿越對方 你會發現有些舞步呢 他可能可以從面對LOD這個位置開始還跳的過去 但是如果你把自己轉向斜牆壁而去執行左轉系列的步子 你會發現要穿越你的舞伴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我們現在邀請Rex老師為我們示範左轉系列 左轉步怎麼跳 4 5 6 面對斜中心 1 2 3 那麼左轉系列當男舞者要後退的時候呢 他就是會背向舞呈現 Back in LOD GO 4 5 6 這樣就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方向示範 接下來我們請Rex老師為我們示範 左轉步女士舞者的角度 所以相對的呢 女士舞者是從背對斜中心開始執行左轉步 4 5 6 1 2 3 那麼當女舞者左轉步要前進的時候呢 我們會往前指向五成線 也就是LOD的位置 GO 4 5 6 好的 那麼當我們右轉步跟左轉步這兩個最重要的舞步呢 了解之後 如果你們可以從正確的方向線去執行的話 相信對你們的穿越呢 對方的這個技巧會更加的容易去執行 那麼接下來呢 為大家解釋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Against LOD這個舞步的運用 我們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Back whisk 這個舞步 現在我們請Rex老師來示範 Back whisk 這個舞步 那你會發現這個舞步的時候 Rex老師其實方向線都沒有改變 但是你會發現我在口述他的面對方向的時候 會有稍稍微不同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有說到 Back whisk 男士舞者是從後退開始 所以他的前兩步我們都會說他是 backing DW against LOD 也就是他是背向斜牆壁 但是是逆舞成線 那麼最後一步當他進入Wisk這個舞步之後 他是要向前行進 所以我就會說他是facing DW 也就是面對斜牆壁 因為他開始向前進 所以你會發現同一個舞步 他都沒有方向線的改變 但是卻有不同的口述 那麼我們現在請Rex老師為我們示範 Back whisk 4 5 6 back in back in facing DW 所以你會發現Rex老師其實都沒有轉度 但是我的口述上面呢 其實是有一點點變化的 那麼我們現在來示範女士舞者的Back whisk 好 那麼女士舞者呢 相對男生的後退 女士舞者是向前進 所以向他雖然是面對很像Nature Turn的這個位置 我們並不會說女舞者是背對斜牆壁 我們反而會說他是面對斜中心 然後逆舞成線 因為這是他等一下行進的方向 那麼等到他結束Back whisk 轉向正確的方向線之後 我們才會說他是指向斜中央 因為他等一下也是要往前走 我們請Rex老師示範一下 4 5 6 facing 斜中心 against LOD 最後是facing 正確的斜中心 因為男女舞者在跳這個舞步的時候 是需要右轉的 所以你會發現他的指向方向不一樣 就是要以他等一下是要前進還是後退 去講解他現在的指向方向 影片的最後呢 用簡單的方式幫大家重點整理一下 基本上五層線呢 就是我們所謂舞蹈行進的方向線 那在國標舞裡面呢 我們一定是逆時針方向在進行 所以因為是逆時針方向 他其實就很像我們台灣是右甲 所以你在開車或走路的時候 你必須靠右行駛 那麼你的右手邊呢 基本上就是會是建築物啦 或者是一些牆壁之類的東西 那就是我們在舞池裡面 我們所謂術語裡面的牆壁 就是WAR的部分 那你的左手邊呢 就是我們行進裡面的分隔島 安全島 那個就是我們的中央線 所以當我們在開車的時候呢 我們的右手邊一定就是牆壁 左手邊一定就是中央線 那你沿著舞池呢 只有逆時針方向行進的時候 當我們想要右轉的時候 我們方向盤會往右打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代表我們尤其是男士舞者 如果你要右轉的時候呢 你就要朝向斜牆壁 也就是你的右斜前方 如果我現在背線大向 比如說我現在在開車 我沿著我的五層線走 當我要右轉的時候呢 我就會把我的方向盤打向右斜前方 這就是斜牆壁的位置 那當我要左轉的時候 我會把我的方向盤打向左斜前方 這就是斜中心的位置 所以記得 就很像我們在台灣開車 右手邊是牆壁 左手邊是安全島 就是我們的中央線 那當然呢 認知了舞城線之後 當然不見得你的舞蹈一定會跳得很好 但是身為一個好的舞者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方向線 基本上你是很難駕馭你的舞步 而且如果有的時候 你看一些教學影片啊 他會告訴你方位啊 LOD啊 Word在哪裡 Centrum在哪裡 如果你沒有這些相關的知識的話 基本上你就很難搞清楚 他到底在說什麼 那麼希望今天的影片呢 能讓你認知五層線是什麼 以及如何去駕馭方向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要在我們影片下方留言 今天的主題呢 其實是有同學問說 LOD是什麼 那我專程就拍了今天的影片 為他解答 那別忘了我們禮拜二、禮拜四的七點呢 都會放上最新的影片 希望你呢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可以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以及開啟小鈴鐺 我們會持續推出新的影片喔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啦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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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s systematically 帶拍外力 對 吳